奸商岳凤叛名投免的,明廷又是如何成功化解这一危机,缅甸,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田玉新岳凤本,江西临川人岳凤的父亲,当时到云南做生意,因为投靠宣府多事宁为继事,所以得到多事宁信任,与隆川宣府司多事宁交往甚后,加上岳凤自小就十分聪明, 也因此娶了隆川吐司的妹妹,为七万利元免,岳凤设计杀害多事宁,及其妻子家眷,从而夺得了隆川,以及明朝的官印。 明世宗嘉靖初1522年,为了报当年缅甸城明君三征路川免甸城火打劫之囚, 孟养吐司和穆邦吐司联兵,共同击杀缅甸宣卫时蒙记岁瓜分免的,蒙记岁之子蒙体锐,派人到昆明申述,请求明朝出兵讨伐孟养,陆川。 但是由于当年贵州,岳西都有娘人进行叛乱,宁江王守人只能先讨平苗乱,正当准备进兵滇西之时, 蒙记岁病死,于是蒙记岁之子自立起兵为父复仇势力逐渐强大扫平各部, 因奉和明朝当年为及时出兵相救,便不再入共并发兵侵犯云南边境, 自称为西南基楼白相王莽体锐,此后其子莽,因礼继位有不尘之心, 当时正值龙川吐司女徐岳凤篡位,成功为了自身的地位利益的进一步扩大, 岳凤投奔了免人并向邓送了金银,相遇为父子,并接受莽体锐的伪命, 成为龙川宣服开始了他的汉奸生涯,他引免兵入寇, 攻陷顺宁师殿威胁藤冲永昌等的宁廷变派参将邓子龙和刘挺率兵出击免兵望风而逃万历十九年一五九一年, 宁云南巡抚陈用逼发习文约先罗出兵家机灭殿, 免军又被宁将万国春击破,再次抵禁阿晚,而还免军惊恐之余, 在不敢被犯当事时,明军将领恩威病师多次劝祥岳凤, 但岳凤一直拒绝最终派他侄子前去交涉, 当时缅甸内部发生内乱莽英里以此继位者, 不知何人在这种情况下, 岳凤最终答应重新归税明朝明军将领, 也答应保全岳凤身家性命, 岳凤便带着家族妻子子弟以及手下兵马, 投降了岳凤不知道这只是明朝的计谋, 等到了明军营地,便将他一举擒获明军将领平定叹乱有功, 便进京献服以张盛事。 最后岳凤便被处以即行, 结束了一生参考文献, 明示欢迎朋友们订阅《近代中国》, 编辑记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胡一舟。